市民代表肖明龙关心原住民事务 他呼吁公所原型客要落实政策推动 另外肖明龙他也建议应该把市公所的行政区迁移到左仓公园 既可以促进西区的发展又可以解决停车问题 市民代表肖明龙关心原住民事务 呼吁公所原型客要落实政策推动 另外肖明龙也建议应该把花莲市的行政区迁移到左仓公园 既可以促进西区发展又能够解决停车问题 第一个原住民部分就是土地方面跟遂史记文化的活动 那么第三个就是未来我们左仓公园的规划 那本习非常重视就是建议制作能够成立的 花莲市的行政中心 刚刚我也说明得很清楚 成立行政中心在西区把人口数增加交通便利 同时停车位也可以解决停车位的问题 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13.2公顶的面积为什么不好好的规划 所以本习建议公所往这方面来着手 其他还包括流浪犬捕捉工作 还有资源回收作业 肖明龙肯定清洁队员的辛劳和认真 而对于代表的质询 包括了原型客、建设客、清洁队 还有主任秘书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与回复 这日会欢迎视报道 好